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很重要 你一生有如法的受此一次三皈依 你就是一个合乎要见的佛弟子了 就是脱离外道种姓 皈依一样是外道跟佛弟子的分界点 他们的差别就在皈依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十年前、二十年前受过三皈依 现在又来受皈依呢? 这也不是不行 相反的,有的时候再受皈依还是有它的功德的 为什么呢? 你可能更确立了 更巩固了自己皈依的发心 你修行的决定心 那这些功德就成立起来了 你一皈依啊 你的信念就可以发出来 我决定要解脱六道轮回 决定要利益友情 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决定要极身成佛 那当然这就是比较殊胜 让各位参考 知道标准的三皈依一生受此一次 这就成立了 后续的修持很重要 我可以设计的 我可以设计的